姑母谈记柳中原 其轻而平者且拾母鱼 有树还烟有泉悬烟 其上有居者以鱼之气有也 一旦款门来告曰 不生官租师劝之伪迹 即姗姗而耕居 愿意谈上田 茂财已缓获 于乐而如其言 则从其台 言其剑 行其拳 于高者罪之谈 有生从然 由于中秋观月为宜 于遇见天之高 气之炯 俗始于乐居宜 而望故土 非之谈也于